AI商機你跟上了沒有 那麼今天我們先想特別請到台經院的總監劉佩真 來好好跟我們聊聊AI商機 佩真姐我們來看到全世界AI半導體的規模 最近有這樣一個統計數字 2024年是637億美元 但是經過3年2027 會來到1115億美元 那於是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佩真姐好好跟我們聊聊 我們台廠供應鏈到底是哪一些領域 可以搭得上AI商機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在Garner最新的一個預測 那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這個規模AI的一個晶片 其實會占整個半導體的一個產業 大概有將近10到11個percent 那未來到2027年 它的比重當然就會更高 這其實是可以從台積電 它所公布的一個數據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現在AI占台積電的一個比重 大概是在6個percent 那到了2027年是有機會可以上看15到20個percent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 那目前在整體其實AI當然要從最上游的就是AI各大的一個生成的應用工具來看 那當然我們知道在2022年的第四季 在Trap GPT的一個推出之後 當然就引發了這一波的一個AI的一個熱潮 那所以後續包括了在微軟還有Google百度都陸續推出了這些新的這些軟體 那其實更重要的這些軟體的背後是需要有更多強大的運算能力的一個晶片來做相對應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主軸就是在各類的GPU 以及在AI的一個字眼的一個晶片 那當然我們看到在半導體的一個業者 主要就是這前三大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輝達目前還是主宰整個GPU的一個這個晶片的市場 那今年大家會關注是它推出的H200的這個最高階的一個部分的產品 那它的這個競爭對手也希望從這個所謂的MI300X的這個產品來企圖 搶佔它的一個這個版圖 那Intel就包括了這個Gaudy 3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除了半導體業者 其他的雲端的一個運算服務或者是系統商 他們也希望能夠藉由自研晶片 那麼能夠降低就是像輝達這個採購的成本 其實比較高一點 希望能夠藉由自研晶片的一個發展 也能夠做出所謂一個產品的一個差異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了Google 亞馬遜以及在微軟的部分 那甚至目前包括了在OpenAI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走這方面的部分 那但是其實這個部分都需要先進製程 高階封裝 還有在HBM相關的一個產品來做支援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台廠有機會的地方 這幾個領域大家仔細聽 那其中當然最重要其實就是在先進製程的 晶圓代工的一個技術 那包括我們剛剛提到了 揮達今年的最重點的H200的這個晶片 將會採用的是台積電4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我想其他不管是在這個超微 或者是在這個Intel 甚至其他的這些自研晶片 也都會採用台積電先進製程的部分 所以這個都可以反映 這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商機 所以佩甄姐剛我們往前看所有主宰這個AI這些GPU晶片的 其實它全部都下單給台積電嘛對不對 沒錯因為台積電的良率高 而且它的整體的一個製造的優異的技術 那麼都還是讓台積電的一個這個競爭能夠相對的是突出的 好那核心的台積電那周邊還有誰能夠收回 那另外當然大家還會談到的是在這個記憶體相關的一個產品 那符合AI的部分當然就是在HBM 就是所謂的一個高寬屏 這個部分的記憶體 那由於它可以在這個CPU 還有在加速器方面去加寬它的這個頻寬 所以可以讓資料的一個處理 一個傳輸可以更快 那這個部分坦白來講 還是比較掌握是在目前是在SK海力市 目前還是主宰最大的市場 那其次才是三星跟美光 那台廠的部分在這一塊是稍微的分布比較小一點 那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在先進封裝的部分 依舊還是台灣的一個強項 特別是在台積電的COAS的一個製程 那預計在今年的一個產能的擴充 渴望達到每個月3.2萬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明年到明年年底呢 預計應該可以達到4.4萬 所以持續在擴產當中 是沒錯 那這個都是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呢 包括了在邏輯的一個先進製程 也就是以台積電 還有在先進封裝 那包括了台積電 以及在這個日月光投控 還有在其他的一個這個封測的業者 目前都是還是占有全球領先的一個地位 那我想這個都使得 在國際的這些巨頭 其實對於高效能運算的需求 都讓台灣目前在AI的一個硬體上面 是處於相對是比較高檔的一個位置 對 那最近我們常聽到 所謂的AI PC AI手機 這樣的一個應用端我們可以看到有誰有可能受惠嗎 好 那我們來看在AI的PC的部分 那其實在AI的PC它最主要是能夠帶來我們工作效能的一個提升 還有對於娛樂價值這方面的體驗的一個上升 那我覺得其實用這個數據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今年呢 AI PC它占整個PC的一個出貨量 大概可以達到19個percent 不過今年應該還是屬於在這個試水溫的一個階段 比較早期對不對 是 那我覺得爆發期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會比較落在2025年到2026年 它的一個滲透率就可以明顯的有一個這個攀高的一個態勢 然後最終所有人的PC都是AI 就會逐步的一個做一個汰換 其實這樣的一個模式也一樣的套用在我們的AI的一個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AI的這個PC的一個供應鏈呢 那當然包括了傳統的這些品牌這個PC的一個代工廠 或者是我們的所謂的這些電子零組件還有硬體的部分 所以佩生姐這列出來的這些都是有機會可以吃到AI商機的 對 這個都是台灣呢 目前我們的強項的這個一些廠商 那當然大家更為關注的其實是在半導體的部分 那記憶體的部分呢 當然還是主要是以韓廠為主 還有在美光 那當然台灣的包括華邦店跟南亞科目前也是積極的進軍 這個AIPC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這個CPU還有在晶片的平台 當然目前呢 也還是這個國際還有美希的大廠的手上 不過我們聯發科也是非常的積極 希望能夠搶進這方面的一個市場 那晶圓代工跟封測 目前當然還是台灣的一個強項 那另外更值得關注的就是在IC設計 包括了IP的一個矽智材 還有在高速的傳輸的晶片 以及在電源管理的晶片 台灣呢有非常多的這個傑出的IC設計業者 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表現都是相當好的 所以整體來看 我們看到在AIPC其實對於台灣的部分 台積電依舊還是最大的這個受惠者 那其次呢就包括了在高速傳輸的設計 還有電源管理晶片 還有IP的一個細智材的一個族群 那我想這個部分都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所以在這個AI的商機當中 其實台廠有非常多都可以受益的部分 所以這個佩甄姐特別提到了 這個台積電是核心嘛對不對 從台積電延伸出來周邊 像是高速傳輸IC設計 像是這個 這個包括像普瑞 祥碩 這些做晶片的嘛 那IC設計像創意試行 這些都可以有機會 可以來觀察它們 是 好 非常謝謝佩甄姐 謝謝 謝謝 Educered 謝謝 謝謝 exhibit